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約38.9度, 四十度也來 很熱, 很焗 最近也是, 這幾天也是 對, 上碎也有39度 但昨天熱很多, 昨天會焗一點 今天有點風 還是大圈商場走一下 自己拿把風扇吹一下 多喝點水 是不是很熱? 是 很小, 皮膚小得痛 越來越熱, 對… 之前好像沒那麼熱 有時煲滑六道湯 或者帶牠到河邊 水上樂園的環節 我們今早到上水石湖香球場 雖然球場外圍都被遺風 但球場裡的溫度計都熱得爆 未到正午, 溫度已經升到 是四十度, 真是火焰山這麼火熱 比外面的溫度高幾度 特別熱一點的, 上水區 熱了, 真的熱了, 電了 這裡很厲害, 冷就冷過日 熱就熱過日 火辣的高溫, 人人都熱得太溶 當然要找東西降溫 這幾天天氣熱, 生意特別好嗎 好一點 這裡有多少天的生意額 這裡差不多… 這次在南朝 兩、三個禮拜 對, 多了三、四成左右 因為這裡封了 這裡的人只有出口入 這樣就變成集中在這裡 看著雪櫃 不過並不是個個當犯 都因為天氣熱而受惠 水果的燒情就大受影響了 西瓜多一點, 其他水果一般半 少了差不多三成 你們做到大巷、小巷、小巷 也要的, 有時候買些雪糕吃 除了人要擔遮鼻鼠 他也一樣要遮鼻 這是第二把 這是手動的太陽傘 是降溫的, 但也會熱 但比起沒落差, 差很遠 至少三、四度 大約七百多元 值得嗎? 值得 天氣熱成這樣, 別說在室外有機會中暑 其實在室內, 如果你不開冷氣 也會有機會中暑 很多網民很好奇地問 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先生 究竟你開了冷氣嗎? 為了滿足大家的好奇心 林前台長在社交平台報平安 就說他還沒開冷氣, 沒熱 大家不用擔心 如果他有朝一天開冷氣的話 一定會通知大家 降溫有很多方法 不過游泳的話, 就真是麻煩一點 嚴嚴, 夏天天氣這麼熱 當然去泳池游泳 讓我檢查一下 救生員不足, 暫停開房 他們會過得很不開心, 想去游泳 但他們也沒辦法 地都可以搬家 我們收到很多觀眾投訴 說泳池部分設施暫停開放 今天我們就在康文署網頁統計過 全港45個公眾泳池 今天有20多個泳池 即是近六成的泳池 都因為救生員不足, 要局部暫停 甚至全面關閉 之後我們實地去將軍澳游泳池 看到場館貼出告示 說從今天下午1點起 暫停開放汽水池和汽水池 直到寧行通知 沒有悶點就是嬰兒池 還有蛇滑胎那裡不能開 很不開心, 附近自然不能游泳 因為暑假小朋友多 小朋友都放出來 浪費了本身的資源 因為泳池本身建在這裡 就是打算讓市民享用 以及各方面的東西 但現在這樣關閉而不開 那塊東西放在這裡就浪費了 政府想想辦法 怎樣請多些救生員 這幾年都經常聽到有的 是 對, 覺得怎樣 這樣 很失望的小朋友很喜歡去游泳 其實也是方便 如果你要跨區, 就變得不方便 另一邊在庫山道游泳池通告寫明 2號汽水池穩率噴泳 和汽水池暫停開放 原因也是一樣, 救生員不足 他現在關了這麼多汽水池 還有最長的塑滑梯, 反而沒那麼好玩 因為人手不夠, 不是他不想開 對 對, 培訓多點人, 高點薪 很久都不開, 他們說救生員不夠 還有一些範圍, 現在起碼有三個池開不了 每個池限人數, 即他開多少個池 就多少人, 假設50人一個池 如果是八個池, 四百人開, 差不多四百人 如果你在假期的時候, 你開不了所有的池 人數會減少, 到時候人們要排隊 是沒有機會玩的 尤其是馬鞍山, 馬鞍山更離譜 他有個長滑梯, 很好玩 但他一至五不開 只是星期六、星期日 開中間一段時間 這麼大型的設施, 這麼用了這麼多錢 你不開, 多浪費 就是因為救生員不足, 真的浪費 我們想去玩, 但也不可以 是甚麼原因導致現在的情況? 因為現在我們救生員這個行業 在一些市民的眼中 或者我們自己行業的本身 都是沒有前景 在我們公務員的救生員來說 只是一個技工的級別 基本上, 張決, 請張 和急救張都要考一次 考到退休都要考 又沒有晉升機會, 又要經常考試 又沒有社會地位, 身分認同 令學生覺得沒有前期 如果沒有前期, 就不會入行 這幾天, 大家真的要做好防暑防曬 要不然真的會熱到暈倒 就像他那樣 有網民拍到躺平了的咪高峰 網民說笑, 說他中了暑 或者太熱罷工 天氣這麼熱 多一些幽默感, 確實是開心的 同樣地, 吃點好東西都會開心 請我留意節目內K.O.曲 了解相關資訊吧 今天我擅心打扮 因為我準備和一個貴族公子 深入交往 他在哪裡呢? 不是你, 是他 知道這件是什麼嗎?小姐 月餅, 朱古力… 朱古力嗎? 朱古力 黑松露? 中秋節就到 香噴噴的月餅紛紛出爐 今年除了有月餅中期王牌 還有這款外表烏克, 內裡金黃的 月餅中貴族 劉心黑松露奶黃月餅 讓我親口品嘗你這個月餅貴族 它的層次非常豐富 第一口已經吃到很濃的松露香味 當然了, 它是嚴選優質 意大利黑松露醬 和意大利洛爾嘉地區的 頂級黑松露做原料 餡料還加入了珍貴的 意大利新鮮牛肝菌菇 和多款豐富食材調製而成 配搭了純香奶黃餡 將腹肉鹹香感發揮到極致 同時加上珍貴的基松蓉 和意大利海鹽點綴 味道真是… 讓我再試清楚 黑松露配合奶黃, 簡直是絕配 陣陣的清香加濃香 總之就是貴族吸口味 除了月餅貴族 還可以一次過 探勻整個劉心月餅家族 一個禮盒除了有 劉心黑松露奶黃月餅 還有齊劉心奶黃月餅 劉心朱古力月餅 劉心芝士月餅 劉心椰子月餅和劉心焦糖咖啡月餅 這個劉心焦糖咖啡月餅 吃起來有積磨咖啡豆的味道 再加上中間的焦糖劉心 一點也不膩 這麼多款不同的滋味 不只一次過滿足我所有願望 更加適合和親朋好友一起分享 一遇大家都中秋節快樂 回到東張西望, 奪得兩面奧運 游泳銅牌的得主何思培 今早回到香港了 迎接他的當然是歡呼聲和掌聲 有市民和小朋友還寫心意卡來歡迎 對於今屆奧運成績 何思培說絕無遺憾 我去這些奧運的目標 不是希望為了成為 獲得最多獎牌的運動員 我也是做了自己的本分 盡力去比賽, 盡力去有 然後可以為香港爭光是一個光榮 這次我真的希望可以好好享受 整個過程 如果這個是最重要的 最後一輛奧運, 我真的很想享受 未來的路, 他說未必會做教練 我沒有做教練的質素 還有我覺得自己有其他的熱情 可能是想做心理學家的方面 不過這個時刻他最想做的 原來是… 我最想做的是睡覺 因為連續這麼多日子比賽 他這麼緊張和興奮 其實晚上也睡得不太好 所以我很期待 接下來幾天只在家睡覺 甚麼都不做 真是恭喜何思培 可以回家睡覺了 希望他接下來可以繼續為香港爭光 而以下這件事 我們也有最新的進展 他曾經是一個天真可愛 活潑浩動的小朋友 可惜在大半年前 懷疑被社區保母虐待 令腦部嚴重受創 經歷險死還生的手術 摘除頭骨,然後再安排放會 捱過一關又一關的小雪兒 現在情況是怎樣呢 現在弟弟做完手術 就差不多兩個月了 過程是順利的 他的傷口遇合也很理想 他最近出現發高燒 我們都很擔心不知怎麼辦 很怕又再弄到爐 還有他前面頭骨這個位置 好像退前了,整個控宴左營 大家都擔心裡面的情況會怎樣 都安排了再照一照腦 看看裡面有沒有異常 希望頭骨不要有自我吸收的現象 不然又要再開腦、再做手術 出現後都確定了 不能夠進入主流學校 都會去特殊中心 其實不能夠接受 因為他原本好地地,沒有東西 正正上上學讀書 對,那… 看到特殊中心這幾個字 就…不知道不想放在那裡 但是我明白這樣的安排 可能對他的復康是最適合、最理想 雖然雪兒將會入住特殊中心 但康復之路仍然難以預料 很多各方面的能力都很擔心 首先,可能智能方面 因為你沒有了 很多學習能力都會沒有 醫生說他的腦 現在本來是氣球漲漲 但現在只剩下殘渣 對,即是沒有了 而有腦部份位置都受損 他剩下的很多 但是醫生也說他右邊 可能可以取代左邊 我們就抱著這個盼望 希望右邊真的可以做左邊的功能 把那個不便減到最低 首要的目標 就是令到他扶著站的時候 他有些力 持續到長一點的時間 因為現在我們扶著他站 他就立即跌倒 但是因為他真的沒有力 好像不知道自己有隻腳 我擔心他會走不動 因為醫生也說他右邊的身 幾乎失去過活動能力 而且也很大機會 可能要坐輪椅 或者用一些輔助工具 未知如何安排 太得與其來 而且還未想到 究竟整件事如何安排 以及如何兼顧他的復康 兼顧他的治療 還有我們整個家庭 日常的生活 事發至今已經超過六個月 父母照顧小雪兒已經身心俱疲 但仍然日夜記住 要為愛女討回公道 其實這種案件 到現在的跟進程度是怎樣 我知道警方都很努力調查 現在我在新聞得知 他嫌疑人可以保釋外出 其實作為媽媽 已經大半年了 但是我想知道 究竟女兒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今時今日 都沒有接受過這件事發生 但不能選擇 一定要堅強地走下去 一定要撐著她面對 她的心急如焚 即使前路漫漫 大雪兒一家對未來也充滿期待 我們全家就很期待她快點回家 而回家就正常的家庭生活 兩姐妹拖著一齊 四圍跑來跑去一起玩 甚至跟家人一起參加親子馬拉松 我知道是一個奢望 但我不斷跟自己說 可能有一天 我真的可以跟她一起跑馬拉松 我知道要很硬正地撐下去 因為我們整個家 能夠給予她的力量 能夠給予她一份愛 她能夠感受到 跟到人互動 已經是一個恩典 看到她身上有一個奇蹟 就一定不會放棄 真的看到她很微妙的進步 對我們的心有很大的安慰 其實一直以來 都有很多不同的善心人士幫我們 也很想多謝香港瓜威的力量 一直以來都撇叛 很多的專業醫護團隊 每一位都很用心去醫治小雪兒 我很希望有一天帶她來 可以在鏡頭面前親口多謝大家 雪兒的治療安排 還有她們的日常需要 這兩方面都需要很迫切的幫助 我們還很積極尋求一些 刺激她老婆發展幫助她的治療 還有一些音樂的治療 希望各界專業的人士 能夠在這方面可以幫助到 或者協助到 都可以聯絡我們香港關懷力量 希望能夠在小雪兒的治療 可以使用黃金期可以快點幫助到她 不僅天氣熱到爆 昨晚西營盆都爆,是爆水渠 有網民在巴士拍到 整條皇后大道西都浸了 看上去整條河的樣子 更加有人拍到 水位去到膝蓋那麼高 水流還很洶湧 據知這次的爆水管 就是事關地底下的水管爆裂引致 水管爆裂避無可避 有些東西是否可以避開呢 香港串金赤土 大家都想用盡家裡的每一個角落 但並不是每個位置都適合用盡 住在屯門大興村的馮先生 就跟我們報料 說他發現鄰居在家裡外面 擺了一些危險品 在送我女兒花學前,看外面有否下雨 誰不知突然看到右邊的其中一個單位 外面有幾個花盆 有些有植物,甚至有刺的花盆 放在單位外的露台 算是很高層的 因為那裡是最高29層 但那裡已經是26樓了 因為我們舊式的公屋有個露台 露台外面有個曬衫架 露衫架對出有一個角位 我想大概是六、七寸 大陸的花盆放上去 下面是一個什麼地方? 下面是閃營路 走回商場的一個必經的路 雖然有些有蓋的行人路 但始終是26樓 如果真的飛到街上去 就沒被垂直,也擔心危險 如果天氣不穩定,遇到大風大雨 這幾個花盆真的會令路過的街坊 仲頭掌 拍完照,我就馬上去通知保安員 有一個單位發生這件事 你快點找人去跟進吧 但他到了一時半左右… 那個主任再打給我 就說他們終於聯絡到那客人 他們終於收回這個花盆 就是大家都會走那條路 不是一個普通花族,不是住宇 就算住二樓也不應該這麼做 何況是二十多樓的位置 真的很自私心 有機會每一個人逃人都是… 自私是最主要的 投訴完隔幾天,他又再擺過 馮先生就希望這位住戶截律 萬一真是這麼不幸運,跌下街 後果可以很嚴重 我看到房主有出過一些通報 接過在電梯拜堂 星期四,我發現這件事 通報在星期四晚已經有 我回來已經有 但星期日他又再重施這件事 雖然沒有第一次 四、五個花盆這麼誇張 但我看到也放了一個 都照樣放了出來 所以我再次通知保安跟進這件事 通知警察,由警察和保安 一起去那個單位 去叫那個住戶收回 當然,住戶截律最後就收回 在大概七時多的時候 我希望房主真的知道 這件事是很嚴重的 這兩次可能沒有跌下街 沒有造成任何生命傷亡 我真的希望他真的看到 知道這樣真是不對的 你要浪費,麻煩你放在單位 安全的地方 經常都說習慣會傳染 但想不到衝燈也會傳染 網上有一條影片 就看到有兩架的士 明明停在燈位等著綠燈 怎料右邊那架突然衝燈開走了 旁邊線的那架的士 就好像我也不收拾 要跟著走,看得大家嘔嘴 真的不用收拾,說不定有兩張告票 等著你們,一人一張不用爭 好,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跟大家東張西望 後來,稍後撞車回家,小心點 拜拜 拜拜